好,我来到永续农业发展台东县政府在90号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区举办台东慢食市集 以崭新未来市集办理农产品的行销,提升农产品附加的价值 期盼让大众看见台东永续农业的核心价值 为了永续农业发展台东县政府在9号10号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区 举办Slow Super台东慢农市集,一站新未来市集办理农产品行销 台东县政府表示四年多来积极推动台东有机农业发展 今年夏季开办台东慢农学院,延续慢经济的慢食精神 更借由农培力工作方,以及永续农食共饰饮等活动,凝聚有机生产共饰 最后创立台东全新永续农业概念品牌Slow Super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 农业处表示Slow Super台东慢农市集 翻转一般消费者对于农夫市集的刻板印象 以充满未来干的高端玄武超市形象,呈现台东永续农业 让消费者不用远赴台东,就能采购以及品尝来自台东的鲜美纯净农产品 带来总共有20摊的有机友善的商家,等农民朋友 带来的不管是包括了我们稻米,包括我们的蔬菜,或是我们的茶叶的部分,咖啡等等的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台东的优质纯净的这一个农产品 那来介绍给我们的台北的消费者 发了另外一个新的品牌叫做Slow Super 那Slow我们都知道就是慢的意思 那Slow就符合我们台东饶庆宁县长我们在推广的所谓的慢经济 那Super呢代表的是我们的快的部分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超市叫做Super Market 那所以我们这次用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农产品用慢农 然后加上快卖的这一个概念 那结合了Slow跟Super Slow Super台东慢农市集精选20家优质慢农业者 组成台东永续农业队 而在团队当中有多次获奖的特有品种绿钻石市家 台东慢食店家爱用的优质米加工品 以及蔬菜更有荣获全国十大神农等模范农民 种植的有机红乌龙茶 县府他们在台东的农产业在有机有散的部分 打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品牌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也参与了很多的学习过程 然后我觉得这能帮助我们返乡青年农民 能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学习 以台东慢农与慢食店家组成慢社群 为独特销售主张 为全国民众呈现充满台东慢滋味 能够看见台东永续农业的核心价值 就盘追综合报导